烈士们 我们没有忘记 五十年前 你们为了捍卫民族尊严 为了香港市民的勤力 你们以大无畏的精神 在殖民统治者的枪笆下 在警棍下 在无情的铁拳下 你们的艺园 拋下了家人不顾 慷慨负义 甚至不惜以身躯 阻挡射向群众的子弹 为保护战友挺身而出 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 衝天无直 只为烈士留下一片灯芯 而留给你们家人的 却是无尽的悲愤 伤痛和生活的根腐 云宴多悲歌 臨国出壮事 我们这些参加犯人恐怖 九死而生的幸存者 没有忘记你们 香港很多市民 亦都没有忘记你们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你们 飽陷冤屈 蒙兽不白 明月夜 远重告 五十年来 无处 华妻良 因此 这些年 我们出版了很多本有关的书籍 举办了很多场研讨会 拍摄了多部电影 参加了社会各种活动 目的便是为了 还原历史一个真相 吸参与者一个公道 更为烈士 争取公义 你们不是暴徒 你们是民族英雄 是为捍卫民族尊严而牺牲的烈士 深信我们 狗笨的春雷 将会炸响 震醒了给蒙蔽的人们 天数的闪电 将有一天 会撕开乌云 让我们看得光明 狗笨的太阳 将会逐逐升起 军领的大地 带来了生机 那时候 紫荆花 将会开得更加灿烂 香光水 将会留得更加欢唱 相信你们 亦都会含笑苟泉 1967年 参议反英 恐怖斗争 幸存者及家属 一制